傍晚,男人敲响铃铛,只要听见铃铛声,无论人们手上事情是否做完,都要赶快回家 锁好门窗,挂上保佑安全的石头,确认所有人都回家了,男人才能结束今天的工作 但他不知道的是,今天有个醉鬼喝的断片 母女两人久久等不到他回家,也看着夜幕降临,妻子只能臭骂一句 无奈地回房锁紧大门,小梅在房内街道,忽然听到有人敲窗的声音 她心中有些害怕,梅妈叮嘱过,晚上不能开窗,不然会有危险 可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声音,是外婆想看看你,快来窗边吧 小梅拉开窗帘,眼前的人并不是外婆,但老太太却说她很孤独 想要进来,梅妈听到声音上来查看,可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老太太瞬间话得告别 隔天,醉鬼回到家,看到门口拘着很多人,警长冲出来 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巴掌,质问为什么家中有孩子 还不定死窗户,他这才意识到出事了 不能他反应,警长就拽着他来到楼上 一气之下直接把他丢进卧室,让他好好看看惨死的家人 可怜的孩子身体被撕成碎片,醉鬼直接吓尿了 警长让肯尼把他关起来,随后找到神父祷告完毁 临走前看到地上掉落的护身时,他顺手捡起,装进自己的口袋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一家四口开着房车出去旅游 途中房车被一个横倒的大树挡着去路,只能改变路线 这时,天空中又飞来一群乌鸦,盘旋在头顶上不愿离开 气氛太诡异了,他们匆忙回到车上,开车离开 一路来到小镇,此时小镇正在举行葬礼 他们并没有在意,葬礼结束后,森巴询问小镇居民 怎么才能到高速公路,可没有人搭理他 这时,警长上前解答疑惑,沿着眼前的路直走就可以 可警长脸上露出的表情像是隐瞒了什么 然而森巴没有发现这些,开车带家人寻找出口 没找到出口就算了,竟然还鬼打墙一样返回原地 明明是一条笔直的公路,他们都没有掉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再次询问是,居民还是没有搭理他 森巴想着或许是错过路口,让他重新再找一次 可当第三次回到小镇后,他彻底意识到情况不对 迅速掉转车头向反方向开去 路上迎面而来一辆黑色汽车,摇摇晃晃 因为躲避不及时,池子撞进树林里 森巴暂时昏迷,儿子一伸一条腿被树枝插入 黑车上下了一个摇摇晃晃的男人 与同时,警长威勒不让房车乱跑 正和肯尼在必经之路上扑地刺 男人过来说前面出车祸 警长听后,让肯尼带男人先去医院 并且安排护士过来支援 自己先去现场查看情况 刚到现场,就看到一个科药的家伙 他把人先锁到车上,跟着地上的印记找到房车 先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后爬上房车打开车门,进去查看情况 学后神父带着护士艾文过来帮忙 护士先对科药男进行了检查 确认没有大碍后,走向房车去救其他人 想要拔掉医生腿上的树枝以动他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可看天色,最多40分钟就要天黑了 警长立刻决定让护士在房车里治疗 因为天黑会发生恐怖的事情 警长命令大家先回小镇 等待消息,孙爸放心不下医生 决定自己留下陪儿子 孙妈和女儿处理先跟着返回小镇 警长把车钥匙交给安文 嘱服他照顾好其他人 在可宁的追踪下,森妈不情愿的离开 警长摸索着护士,像是在窃盗什么 走进房车后,在森爸的疑惑中 把护士挂起来,紧接着锁死车门 车窗,尽量保证城内的安全 可宁一伙人在回去的路上 不小心碾压到地次 导致车胎漏气,只能快速的跑回全居屋 否则大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遇害者 警长这边刚封锁好窗户 就听到外面传来诡异的嘶唬声 而一森也开始不停的抽搐 伴随着黑夜的不只是倾盆的大雨 还有朝房车走来的微笑的人群 听着车外窃窃思维的声音 车内的人精神高度紧张 一森出处后疯了过去 突发的状况让森爸感到手足无措 甚至想打开车门向恶魔求救 警长前忙拦下,搞出真相 好在没过一会儿 一森并且也稳定下来 周围的嘶吼声和窃窃思维声音慢慢消失 警长开始解释 这个小镇每当夜晚来临 总会出现那些恶魔 他刚才挂在车内的护身时 就是用来保护大家的 恶魔好像害怕这种石头 好景不长 车外又传来窃窃思维声 以及敲门声 紧张的气氛重燃上升 森爸已经受不了了 他必须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的情况 警长敢不劝阻 此时恶魔似乎爬到了车顶 或是让两人帮忙抓住一森的胳膊和腿 随后拔出了腿里的树枝 另一边 汽车狂奔的肯尼几人 终于到达全局屋 此时恶魔已经从房屋侧面逼近他们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门从里面打开 大家这才幸运的捡回一命 刚进来 管理员就命令艾文把人先捆起来 紧接着分别对母女俩进行安抚工作 其实这里住的人 都是因为一棵倒塌的大树 挡住去路才侮辱小镇 虽然这里白天看着一切正常 但夜晚外面就会出现那些微笑的恶魔 三马车感到头皮一阵发骂 而此时朱莉还被绑在楼下餐厅 她打量着周围环境 一个古怪的男人在这时走了过来 拿了罐头后没有及时离开 反倒是对朱莉说了些听不懂的话 加上她身上散发的诡异气息 朱莉感到更加恐惧 好在法蒂玛及时赶到替她结尾 确认她冷静后才把绳子解开 带着她参观这里的环境 用委婉的方式 告知目前面临的困境 与此同时 医院里美丽的阿沙 正深情的凝望着刚醒来的男人 不得男人反应过来 她就吻了上去 这是一见钟情了吗 只听她说了句 这不是你的错 直接用刀捅死男人 你也看血都要流干了 楼下的护工都不知发生了什么 还在陪肯爸一起下棋 阿沙杀了男人之后 蹲在角落里抱头痛哭 忽然站起来不停的说着什么 好像在和什么东西对话 随后来到床边说了句 对不起 把男人伪装成被恶魔袭击的样子 另一边 怪男的房间里贴满画作 他这会儿还在纸上不停的画着什么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画的竟然是医生的车祸现场 一个没有去过现场的人 怎么会画出相同的场景呢 此时 伊森在护士的精心照料下醒过来 他在梦中看到一面墙上永恒的画作 一家人都出现在画中 后来听到一声尖叫 这才惊醒 伊森这个描述 和怪男房间的布置竟然高度相似 怪男身上藏着什么秘密呢 难不成他可以预测未来 回去后 阿沙不停的冲洗身上的血迹 听到哥哥喊他吃饭 出来后就扑进哥哥的怀里 嘴里不停的说着绑绑他 看着带有血迹的衣服 哥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他给哥哥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最近他总能听到一个声音 想要离开小镇就必须听话 根据指挥行动 他非常害怕 但是想回家的念头还是战胜理智 根据命令杀了病床上的男人 因为害怕被人发现 他还把尸体伪装成噩梦做的 走的时候也忘记关门 医院里 护工准备去楼上看下男人的状况 他端着食物和水走进房间 可眼前的一幕把他吓得不清 男人浑身是血 早没着呼吸 恐惧的气氛不停的叫嚣着 他转身就要逃跑 刚回头就看到更恐怖的事 两个恶魔微笑的站在门边 护工赶忙朝地下顺跑去 另一边 警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护士还在一旁照料着Eason 森巴趁大家不注意拿下护身石 护士惊恐的让他把护身石挂回去 可以久晚了 恶魔已经爬到车顶 车子传来剧烈的晃动 幸好这只是一场梦 太阳升起 驱散了夜晚的危险 他们安全了 警长握着手里的石头 心中似乎做了某种决定 此时 神父也带来朱莉和孙妈 让他们一家宠聚 肯尼一行人回到医院 看着打开的大门 心中顿感不妙 急忙跑到地下室 一进去就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护工 来不及悲伤 他继续往里面走去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肯巴的身体被撕成碎片 肯尼只能抱着肯巴的残躯 失声痛苦 肯巴的确实让他大受打击 他们真的能战胜恶魔吗 为什么从来不见恶魔跑呢 那是因为恶魔知道 他们能去的地方有限 早也能抓到他们 回到警局 警长擦掉门前的96 维持了这么多天的安全记录 就这样被打破了 一个个的坏消息 也让他心灰痛 难道真的没法打败恶魔吗 群居屋内 朱莉陪着伊森玩耍 可伊森却有点心不在焉 他一直痴痴的盯着窗外 窗外站着一个微笑男孩 还对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但他并没有把看到的一切告诉妈妈 神父给一家说了留在这里的规矩 他们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像警长一样 只要自己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选择单独居住 那种是自功力不好 或者胆小的人 统一居住在群居屋 由管理员进行管理 群居屋虽然没有什么隐私 但好处就是人多 可以快乐点 也可缓解不安的情绪 了解规矩后 神父带着他们在小镇上进行参观 因为他们有孩子 如果单独居住 就必须把窗户抢得定死 他们来到一栋房子里 森巴看着桌上的照片 心中产生疑问 这里不是有人居住了吗 在他们来的那天 这里刚出事 看着满地的血迹 夫妻两人彻底震惊 只听神父说 这就是不均守规矩发生的后果 森巴听后 极力反对住在这里 森巴还是想一家人住在一起 两人发生争吵 另一边 伊森拄着大家帮忙制作的木柜 出来散心 此时怪男就站在墙边 嘴里嘟囔着一串数字 随后一步一步往森林走去 此时再测量距离 闲逛的伊森注意到他 问他是不是在找东西 自己可以帮忙一起找 小孩子不如别瞎掺火 让他赶紧回房间去 提起房间 伊森想到窗外的小男孩 问怪男有没有见过 住在外面的男孩 这个问题成功引起怪男的注意 还有人敢住在外面 伊森解释 他看到男孩经常在附近溜达 但从没有在群聚屋里见过 因此猜想男孩住在外面某个地方 怪男听后让伊森提自己问号 而且还小声地告诉伊森 自己其实是在测量距离 他总觉得这栋房子离森林越来越近 这时 朱莉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让伊森离怪男远点 柯耀男刚醒就开始大吼大叫 管理员进来解释 这里晚上有恶魔 为了安全才把他锁起来 他朋友现在已经被杀了 但柯耀男昨天已经断片 根本不相信管理员的说辞 还以为大家在玩剧本杀 这好一处 管理员都无语了 柯耀男自顾自的说要去小镇看看 去寻找谜底 他来到餐厅 跟大家问了声号 在这里找下一条线索吗 大家一脸梦 只能把他当成傻子 他还不自知 不管不顾的插队大饭 被大妈暴揍一顿 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生气 依旧沉浸在游戏里 他坐在肯尼的对面 给这个游戏打了好评 肯尼很好奇 难道没人和他讲过这里的情况吗 说是说过了 一个游戏而已 不用这么认真吧 听到这话肯尼无语了 柯耀男现在想要离开这里 想让肯尼给点提示 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后 他决定自己去寻找 殊不知就要大火灵头 与此同时 警长来到救游室 问罪鬼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把他关进铁皮房 并不是自己的本意 规矩都是之前定好的 是他的失误害死家人 因此必须进行应用的惩罚 神父看见心事重重的警长 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 这才得知 警长觉得把人关进铁皮屋 有点残忍 但神父却认为 规矩都是为了保护大家 两人争论一番也没个结果 还弄得不欢而散 警长还是不忍心 于是扔给罪鬼一个护身时 让他悄悄离开 森林附近有个木木 可以躲避 以后好自为之 再也不要回来 另一边 可耀男在汽车的途中 发现一个地下室 静止走了进去 打开灯 看到一扇木门 推开门的一瞬间 一具尸体朝大嘶吼地跑来 整个人跌倒在地 睁开眼时 一切都消失了 木门也恢复如初 只是旁边的石头上 多了个标志 他起身大笑 这一点小企量还想撞弄人 丝毫没有在意 随后又继续探索矫正 画面一转 一森一家也做出决定 巨鬼的到来打破了平静 他很感谢警长给的机会 曾经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丈夫 自从侮辱小镇 他变得堕落 这次醉酒更是害了家人 他希望用自己的死来警示众人 让他们记住这次痛苦的教训 现场的气氛正深沉 后面传来柯耀男的戏谑 他们的表演力太棒了 警长看着眼前的二傻子 愤怒地把人按住 逼他选择要住的地方 他很不满警长的所作所为 张口就骂 肯尼在这时赶来带走他 这一件件糟心的事情 让警长心烦意乱 夫妻俩和一森都选择住在镇上 唯独朱莉要选群居屋 三妈只好拜托艾文帮忙照顾他 肯尼把柯耀男拉走后 直接带他来到没他好友的地方 看到好友真的死亡后 才意识到这并不是剧本 而是现实 想想管理员说过的话 恐惧感瞬间涌上心头 之后跟着肯尼回了家 暂时安顿下来 夜幕即将来临 罪鬼在神父和警长的批判下走向铁壁屋 警长把门锁好后 驱散了看热闹的人群 群居屋内 大家为新来的朱莉举办了欢迎仪式 罪鬼就比较惨 一个人感受着夜里的凄凉 恐惧 越是害怕什么 越是出现什么 他晃神的瞬间 一群微笑恶魔向铁壁房走来 看着房外的恶魔 他心中的恐惧上升到最高点 直接摊坐在地上 结果如意料般袭来 隔日警长看着被恶魔撕碎的罪鬼 还是忍不住叹息 随后收拾了尸体 拉到神父家让其帮忙安葬 朱莉刚醒就被怪男吓了一跳 怪男手上画着睡梦中的朱莉 嘴上也说着 如果自己忘记梦见过的东西 之后又回想起来 这可能就真是发生过 朱莉听得一脸懵逼 怪男又说自己已经开始想起一些事情了 然后把话递给朱莉 且深离开 可耀男带着肯尼来到昨天发现的地下室 讲述了遇到的恐怖事件 肯尼有点不信 觉得那是他的幻想 回到房间后 肯尼给他看了一张地图 这里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但都莫名其妙的被困在小镇 是不可能出去的 可耀男不相信肯尼的想法 他现在只想离开这里 忽然边上的船呼机传来电流声 可耀男眼神一亮 似是想出办法 拆下船呼机就跑 另一边 森巴带着伊森出门 去餐厅吃早餐 阿萨热情的招待了他们 父子俩吃着早餐 伊森忽然问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森巴也不知怎么回答 只能说他们在体验不同的生活 暂时会留在这里 之后借口要去卫生间 离开餐厨后 他再也控制不住 痛哭起来 这时 怪男来到餐厅 对着伊森神秘的说了句 十厘米 树木向房子移动了十厘米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随后拿出一张纸 里面画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正是伊森看到的那个 这时森巴回来 刚好看到怪男 由于他行为异常古怪 森巴感觉他不是个好人 不听伊森的劝阻 直接用暴力把人赶走 回到家后 伊森还在为森巴赶走怪男生气 不愿打理他 他只能出去 透口气 万万没想到 怪男从屋后找到伊森 要和他一起去找白衣男孩 他并不想去 但白衣男孩选择了他 就只有他能找到 随后怪男给他换了个拐杖 两人一起向森林里走去 白衣男孩已经离开这里很久 之前怪男看见他的时候 小镇也是来了两辆车 那时他还很小 当伊森问起他是怎么来到这里 他却闭口不谈 忽然前方出现白衣男孩的身影 两人快速跟了上去 来到一棵大树前 怪男捡起一块石头 在上面画上笑脸 然后把石头扔进树洞 并没有听到落地的响声 几秒后 石头从空中掉了下来 怪男告诉伊森 这种树洞具有传输能力 但是不知道会给人传向哪里 森林里有很多这样的树 忽然他听到鼓的叫声 瞬间头疼欲裂 脑中闪过小时候的场景 他也曾遇到过白衣男孩 狗不停的狂吠 到处都是尸体 只有怪男活了下来 成了小镇红得最久的人 想到这儿 怪男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 连忙带伊森离开 夫妻二人此时也来到森林找伊森 忽然出现三只狗对着两人狂吠 不得两人行动 就听到远处传来枪声 一看正是怪男和伊森 再次看到怪男接近伊森 森巴的火气更大了 要动手揍他 好在被三妈拦住 回到小镇 森巴找到警长 说了怪男的所作所为 警长表示自己会和他沟通 保证下次不饭 警长回到家 想起最近发生的事 烦躁压抑的心情再度袭来 由于无法对外人诉说 只能对着镜子大火发现 隔日 警长和伊森一家在餐厅享受早餐 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阿莎正在一旁忙碌着 忽然手臂一阵抽搐 随即出现一串字幕 杀掉那个男孩 他悄悄看小伊森 只见脚下一软 倒在地上不停的抽搐起来 与此同时 群居屋这边发生一件大事 怪男一大早就不停的挖着土坑 怎么看都像是卖人用的 这操作可把大家吓得不轻 管理员连忙询问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意思 难道这里要发生第二次大屠杀吗 小镇上的人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 寻找着出路 哥哥听到阿莎在餐厅出事 被送往医院 赶忙去往医院 可医院里的阿莎并不想看到哥哥 他害怕哥哥露出什么线索 于是拜托护士打发走哥哥 恰好警长来到医院 护士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他借口病人需要休息 打发走哥哥 晚上阿莎打开抽屉 想起白天的那个指令 这时护士走了过来 看着奇怪的阿莎 他表示如果有心事可以说出来 或许他能帮忙 假如有人给你说 让你帮忙做点坏事 就能想办法让大家回家 你会怎么做呢 护士认真地回答 如果能让他尽快见到家人 他应该会做这件坏事 殊不知他都回答 帮阿莎彻底下定决心 另一边 哥哥看着带有血迹的衣服 经过深思后决定阻止阿莎的行动 隔日一早 他来到医院想要阻止 但已经晚了 阿莎已经下定决心 要听从命令 帮大家离开这里 事情发展到现在 他知道靠自己是阻止不了阿莎 只能找上神父 说了阿莎近期的奇怪行为 神父听后一脸震惊 他们现在必须阻止阿莎 不然会发生危险的事情 与此同时 森爸提议以小游戏的方式 轮流写出自己的疑问和面临的问题 方便他们处理线索 森爸率先写出 我们在哪 之后大家把问题都写在墙上 然而一夜未免 也没有研究出有用的线索 森妈觉得他们可能漏了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似乎过于离谱 是什么问题能达到离谱的程度 森妈在墙上写下 我们真的在车祸中幸存下来了吗 不仅森妈这么想 小镇上的其他人也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另一边 着魔的可耀男抱着传呼机 不停的寻找线索 嘴里不停的嘟囔着 之后走进一个酒吧 他不解大家为什么只想着玩乐 不积极寻找出去的路 他不断嘲讽 大家并没有理会 他认为小镇的环境就是个悖论 这句话引起九宝的注意 坐到对面和他交谈起来 要想离开这里 就得解开这个悖论 例如血定二的猫就是个悖论 把猫放进盒子里 然后关上盒子 只要不打开盒子 那么这只猫既是活的 也是死的 他们现在就像那只猫 而小镇就是盒子 对于外面设计的人来说 他们就是两种状态 但是如果猫能发出声音 人们就会知道他还活着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可耀男似乎想到了一个计划 另一边 阿莎已经来到伊森家门前 他摸了摸小刀 之后走向伊森家 这回要带他去看小动物 三妈看着善良的阿莎 同意了请求 看着伊森和小山羊 开心的互动 三妈也放松下来 在去裹仓的时候 阿莎趁他不注意 直接把他推了进去 用木头顶紧他们 任凭他再怎样开门 阿莎都不开 随后慢慢朝伊森走去 先是道歉 后是说他会如愿成为一个英雄 这些话让伊森觉得有点懵 就在要动手的时候 哥哥及时赶到 这样阿莎短暂分身 伊森也趁机摆脱控制 哥哥上前抱紧阿莎进行阻止 却不料小刀意外挥过来 我们的脖子 赶来的神父刚好看到这一幕 阿莎意外杀了哥哥 这样他彻底崩溃 伊森一路逃到后山 碰到游完回来的朱莉等人 此时小镇上的人听到动静赶来 三爸赶忙救出三妈 出来看到朱莉抱着伊森松了口气 而哥哥早已没了呼吸 三爸希望警长能给个解释 如果天黑前阿莎回来了 他们肯定会严肃处理 但三爸并不满意 对着警长就是一通筹骂 大家离开后 警长独自来到艾文母亲的墓前 诉说着心里的苦闷 其实他心里有个疯狂的计划 或许可以带领大家离开这里 成功了还好说 可是万一失败了 大家就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这样的计划是大家想要的吗 他拿不定主意 也不知找谁商量 他希望艾文母亲在天上 可以给他个提示 警长在和护士的聊天中得知 昨晚阿莎和他聊了一些奇怪的假设 今天就发生这件事 如果他当时发现异样 哥哥就不会死 可是这并不是他的错 警长不希望他把这一切归咎到自己身上 他在这里是个天使 救了很多人的命 忽然 边上响哲音乐 警长听着熟悉的音乐 觉得是艾文母亲给自己的提示 另一边 大家在神父的祷告中埋葬了哥哥 结束祷告后 三妈询问神父 他们真的还活着吗 这些很重要吗 他们现在被困在这个小镇 感受着炼狱般的沉默 他们还是要不停的寻找回家的路 只是要选择今天回的是哪个家 听了神父的答案 三妈内心的不安得到稍稍缓解 送走三妈后 神父关上门 拿着一盏油灯来到漆黑的地下室 而逃跑的阿莎竟然被绑在这里 神父为什么要撒谎呢 只是想和阿莎好好谈谈吗 哥哥曾给他说过 阿莎能听到恶魔的哲铃 但是他并不相信 他想知道那些声音到底说了什么 在威逼利诱下 阿莎说出自己的秘密 恶魔说他们也在这里待了很久 也想回家 一直在等一个能听见他们声音的人 然后帮他们回家 刚开始阿莎也不相信 可是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在伊森他们来之前 恶魔就说过不有两辆车来小镇 没过几天 伊森一群人就真来了 这才相信了他们的话 听到阿莎的解释 神父虽有疑惑 但还是顶不住想要回家的心 他暂时相信了阿莎的话 可是现在必须找到声音存在的证据 这样才能让警长相信 突然阿莎痛哭起来 现在需要些纸 恶魔需要把一些东西通过阿莎画下来 随着一堆堆废纸落下 阿莎终于画好了 这一刻 身上的痛苦也消失了 神父看着手上的画作直冒冷汗 阿莎解释 恶魔在神父来的第一钱就注意到他 还知道那天他买了一个包 听完后他彻底震惊了 这件事他可从未给别人说过 看来阿莎没有撒谎 随后他来到经常散心的地方 从地下挖出一个背包 里面除了酒 一件带写的衣服 还有盒巧克力 而阿莎的话和巧克力盒子上的图案一样 神父瞬间摊足到地上 他们竟然真的存在 另一边 警长经过深思熟虑后 终于下定决心 趁着四周无人的时候 和肯尼讲了自己的计划 他决定带着忽身时去森林寻找出路 希望肯尼能替自己接管警局的事情 这个行为不是在找死吗 肯尼听后转头离开 最近小镇已经是人心惶惶了 他还要做这些无用功 是要弄哪样 森巴意外发现 台灯的天线里面竟然没有铜丝 就连插头也是假的 那么台灯又是怎么亮的呢 这时柯耀男抱着一堆烂铁冲了进来 森巴还是不满 柯耀男也发现电线中的诡异情况 他邀请森巴和他一起办件大事 可面对还一家出车祸的人 他没有兴趣 柯耀男也很抱歉 但是开车的朋友已经领和饭 这件事还不能扯平吗 为了尽快找到出路 森巴暂时放下偏见 跟着他来到车祸现场 从飞机的车子上 拆下流用的电子元件 做了一个简易的信号发射器 完成后又找到一棵大树 准备把信号器放在上面 森巴率先爬上去寻找位置 柯耀男在下面帮忙 朝上递线的时候 树上流出很多鲜血 抬头的瞬间 柯耀男吓尿了 这里的树上挂满了残区 鲜血滴得到处都是 树干上还有个诡异的图案 还没回神 他的身后就出现一个诡异的士兵 朝着他开枪 他顾不上一切 拔腿就跑 背后的冷汗 脑海里的恐惧 无不提醒他赶快逃跑 但一步流行 还是摔了个跟头 紧接着士兵追了上来 用刺刀找他刺去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领盒饭的时候 眼前忽然闪过一抹光 紧接着就看到森巴在呼喊自己 而刚才看到的东西又消失不见 这一切似梦非梦 扎纤的疼痛让他赶得崩溃 再也没有心思捣鼓信号器 留下森巴独自逃跑 森巴只好一个人回到大树下继续实验 忽然听到传来微弱的电流声 他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 柯耀男跑回餐厅 不停的画着他看到的图案 一旁的大妈很好奇 他看到图案后感觉有点熟悉 随后和柯耀男一姐来到储藏室 在箱子里找到一个笔记本 翻出一页递给柯耀男 看到后顿时指梦冷汗 那些纸上竟然画满和他所见相同的图案 之后三妈也来到餐厅 把上家主人留下的东西寄存在这里 在储藏室放好东西后 他打量着这里的物品 忽然被放在角落的黑色手链吸引 回到家后 三妈细细观察着那串手链 想到电线的诡异情况 他决定研究里面的奥秘 随后拿起斧头把台灯后面的枪砸烂 森爸回到家后 看到这情况 询问三妈发生了什么 他想看一看这些电缆和什么连接在一起 为什么台灯电线没有纤星都能照亮 为什么地下深处要买那么多电缆 随后又询问森爸 还记得年少时亲手送给他的那串手链吗 他记得是朱丽出生时在医院梦丢了 森妈让他回头看一下 本以为画家上的手链和丢失的手链相似 但森妈不这么认为 手链可以相似 但划痕绝不能相同 这条肯定是当年丢的那条 可奇怪的是 这条手链竟然在餐厅的储藏室找到 森爸得知后 两翼席卷全身 另一边 警长找到肯尼 说了自己得病的消息 他的家族有帕金森的遗传病史 现在他的足迟已经开始出处 总有一天他的身体会彻底被吞噬 再也无法保护大家 因此他想趁着现在还可以行动 帮大家找一条出路 假如不幸遇难 也希望肯尼代替自己保护好大家 肯尼得知后也为之动容 同意了警长的请求 傍晚的山坡下 警长一如往日的遥想手中的铃铛 提醒着人们黑夜即将来临 神父手上拿着背包 心事重重的坐在门口 他有件事想要和警长谈谈 刚好警长也有事找他 听完警长的计划 他没有反对 但是希望警长可以先听下他的故事 以前在教堂时 有个小男孩曾向他求助 但是他没有倾听 只是用糖果把人打发走 偶然间路过男孩家时 亲眼看到酒鬼父亲打死了孩子 愤怒之下 他把酒鬼杀了 清醒后他十分后悔 自己为什么没有倾听小男孩的诉说 如果不是他 男孩就不会死 他感觉自己罪念深重 决定跳河自杀 可闭上眼的时候 听到上帝的声音 通过那个声音的指引 他来到这里 之后把背包埋在地里 背包里的巧克力就是小男孩的 除了他 没人知道这个秘密 听到这里警长还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随后又听他说 阿莎被自己绑在地下室 震惊的警长拿手枪指向他 只问为什么 他把阿莎交代的事情全盘说出 或许阿莎就是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 为了让警长相信 他还拿出阿莎的话作 短暂思考后 警长选择相信他 但这次寻找出路 他和阿莎必须去 这样找到出路的希望更大点 另一边 群居乌营来派对时间 大家从一大早就开心的布置着 年轻男曾是富二代 在一次意外中误入小镇 遗憾的是 人和二十余载也没能交到女友 这里的生活让他更加孤独寂寞 开派对他没意见 可是在他面前秀恩爱就过分了 他失落的走上二楼 来到浴室 而开窗帘 一个貌美的姑娘就站在那里 其实之前姑娘就来过好多次 一直想进来 可他不敢开窗 姑娘一直在窗外和他聊天 这次姑娘是来告别的 他能理解眼界男的顾虑 既然这么害怕 不如就此别过 不得不说这姑娘是个王者 轻松拿捏眼界男的心 单身狗哪能说得了这种场面 看着眼前楚楚可怜的姑娘 她还是没能很下心 打开窗口让姑娘进来 两人很快就拥抱在一起 眼界男这时还不值 现在享受到的是自己最后的福利 姑娘完事后 淡定的清理着衣服上的血迹 随后打开窗 森林里的人也陆陆续续 朝群居屋走来 楼下狂欢的众人 对楼上的一切还不知晓 更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一阵敲门声引起怪男的注意 她小心翼翼询问是谁 得知是朱莉才打开房门 她想来这里清静一会儿 看到怪男说出了很多东西 感觉有些奇怪 询问发生了什么 怪男又开始自言自语 很多事情都没法解释的 看来怪男认为小镇 还是不能避免这场屠杀 与此同时 女生抱着枕头不停的男男自语 听到房间的笑声 她好奇的走进去查看 刚进去门就被关上了 看着眼前关门的人 她被吓得连门出窍 接着又出现一个人 把她彻底围了起来 悲剧就这样发生 老头坐在楼梯上 借意的聊着天 忽然有不明液体 滴落在她的手上 抬头一看 众人吓傻了 群聚屋瞬间响起 囊骨鬼叫的声音 大家撕散逃跑 问魔从各个角落 缓缓走出 怪男听到声音后 意识到情况不对 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 绑在房顶 做成简单的逃生装备 让朱莉带着画座先逃 自己随后就来 管理员在门口指挥 大家向安全点撤退 白衣男孩已经出现 大屠杀肯定避免不了 要想见到家人 必须听她的 艾文因为醉酒还不知情 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女人 以为是女友法蒂玛 确认不事后才松了骨气 直到身后走了一个恶魔 她才暗道不妙 直接破窗而逃 恰好遇到法蒂玛接应 只可惜跳窗扭伤了脚 不能奔跑 法蒂玛集中生智 带她逃到附近的房间 触摸着护身时 希望能阻止恶魔进来 还好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两人算是逃过一劫 逃亡森林的两人来到树洞前 怪男叮嘱朱莉把画册交给伊森 然后就把他推进树洞 随后他竟然从一个衣柜走出 来到一个地下室 另一边 警长和神父已经讨论好计划 忽然听到外面急速的喇叭声 赶忙冲出去查看 来不及询问详细情况 现在大家回到房内 而走在后面的神父 一个不留心 就被恶魔抹了脖子 虽然警长把他拖进屋内 但还是没能救活 这次恶魔袭击群居舞 人员损失惨重 外面已经风声鹤唳 窗户也全部都被封上 神父的去世 让警长回忆起过往 当时他们一家三口 在旅行的路上 遇到一棵倒塌的大树 之后诡异的侮辱小镇 那时已经接近天黑 是神父把他们拦下 讲述了这里的怪事 防人之心不可恶 那时他们还不愿相信神父 准备开车离开 远处忽然传来嘶吼声 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赶忙跟着神父回到房间 这才保住一家的命 那晚他们躲在地下室 听着外面的嘶吼和人类的惨叫 瑟瑟发抖 隔日他们爬出地下室后 看到小镇上到处都是残渠 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 好在他和妻子都当过兵 很快就镇定下来 靠着丰富的经验 规划出一个完整的体系 他带领大家开始行动 利用小镇资源 建造更多的安全据点 维系小镇的安全 渐渐的成为大家信任 依赖的警长 在岁月的穿梭中 他摸索出恶魔祝福夜初的规律 之后开始大胆的探索森林 第一次就收口破风 尝到田图的警长 更加喜欢去森林探索 丝毫没有发现 妻子身性已经出现异样 艾文劝说他陪伴妻子 但他觉得妻子很坚强 并没有在意这个提议 有一天 他在森林探索时 发现一只大狗 被想带回去养着 可谁料大狗掉头跑了 他只能解根其后 当意识到情况不对时 已经迷路了 眼看着天色浅暗 恶魔的嘶吼声也越来越近 逃跑时 不小心跌入一个石洞 恶魔发现后 只是静静的盯着他 并没有行动 之后他在石洞里 发现很多黑色石头 上面还画着奇怪的符号 他猜想这些石头 能够阻挡恶魔的袭击 隔日 他带着那些石头 跑出层里 意外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 跑近一看 是妻子在屠杀着居民 嘴里还不停的说着 这就是个恶魔 我要帮助你们清醒过来 警长急忙叫住妻子 试图帮他回避正常 谁知艾文在此时出来 魔证中的妻子准备对着艾文开墙 千军一发之际 警长只能忍痛 打死妻子 也就是这个原因 才造成和艾文不可缓解的矛盾 悲伤过后 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他把身后工作交给肯尼 自己独自来到地下室 找到躲在这里的阿莎 带着他来到森林 让他把自身发生的诡异事情讲清楚 神父已经意外丧生 以后找出路的事 警长负责 不等阿莎反应 就继续带着他身为森林 两人来到一个小木屋 让他先待在这里 警长本想把人扣住 但他表示自己不会逃跑 他忍受着最大的心理折磨 做出这些事 也是为了帮大家寻找出路 事与至此 警长也暂时选择相信他 与此同时 朱莉正给家人讲着昨晚发生的事情 怪难把他推到树洞后 意外走进一个地下室 这才保住一命 在这个诡异的小镇 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这些说有传送功能 传送的地方都大不相同 怪难或许是去了别的地方 朱莉听后依旧不敢相信 久久不能从这些恐怖事件中缓过来 这时柯耀男冲进来 要找朱莉询问怪难在哪 被森爸赶出来 柯耀男发现些符号 想要问问怪难知道吗 符不符号的他不关心 他只想柯耀男离朱莉远点 随后堵侦两人在森林做实验 柯耀男独自跑步的事情 好在实验有新进展 制作信号器应该是个好方法 只可惜数有点低 电力也不够 需要做一个巨型信号器 把东西放在群聚屋顶 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更大 他们希望可以得到管理员的支持 这次管理员出乎意料的 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其实也不算同意 只是没时间搭理他们 昨晚人员损失惨重 作为这里的管理者 他承受着无法言语的压力 如果只能给他们带来点希望 又有何不可 另一边 警长刚跑出森林 就听到嘈杂的吵闹声 原来是群聚屋内人员 因资源分配不公在大打出手 警长害怕还会闹事 不得不把找出路的计划暂时放下 但肯尼这次不同意了 最近接连发生的事 让肯尼意识到他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跟金找到出路 除了警长再找不出合适的人 他承诺 在警长走后 他会成为最坚强的后盾 维护好小陈秩序 不再发生闹剧 管理员听后 也同意了肯尼的想法 既然没有后果之忧 警长准备安排好就出发 他来到医院后艾文告别 说了自己的计划 并对当初亲手杀死妻子的事情 感到抱歉 或许这次是父子俩最后相见 希望艾文知道 他永远是自己的骄傲 愿他好好保重 但艾文似乎没有情绪 隔日 警长出发的时候 艾文来了 虽然他恨父亲杀了母亲 可他同时也救了自己 为大家寻找到护身符 他知道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家 可还是无法过心中难关 想到这可能是父子的最后相见 如果不能好好告别的话 他怕自己会后悔终身 两人的怨恨终于在这一刻化解 这时 阿莎从小屋走出来 他看到后 想要质问是什么情况 警长急忙解释 阿莎可能是个很重要的线索 带着他能帮忙寻找出路 至于详细情况 在两人以后见了再说 希望艾文能帮忙保密 与此同时 肯定把警长寻找出路的计划 也告诉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团结一致 不要再发生闹剧 另外森巴的想法 也可能给大家带了希望 他公布了自己建立信号器的方案和所需的东西 双向逃离计划正式展开 但愿他们能尽快找到出路 警长带着阿莎在森林里越走越远 两人来到当初救了警长的事故 这是目前已知最远的距离了 他们今天晚上要暂时住在这里 另一边 小镇上建设巨型接触器的工作 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失踪的怪男依旧没有找到 但日常摆烂的嗑药男终于开始干活 森巴这边挖掘电线的洞已经很深了 这一天 他走上楼梯的时候 耳边传来窃堤声和婴儿的哭喊声 他感觉自己走在塔楼里 车祸画面忽然闪现 他被惊醒做起 还好刚才的一切都是梦 早上 伊森三人开始研究怪男留下的画作 自那晚怪男把朱莉推入树洞后 怪男就消失不见 伊森觉得 他可能是讲述了一个故事 只要把这些话整理好顺序 就可以弄清里面的秘密 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行动 隔日 警长带着阿莎继续前行 还在树上刻了回家的记号 距离小镇越远 阿莎心里越发恐慌 甚至质问警长 为什么不把他关进铁壁屋 警长没有回答 反而给他剪开手铐 制作接收器又发现新问题 虽然大家找来了很多电瓶 但大多数都已经过期 仅靠这些电池 是无法支持信号器长时间运转的 小镇上的房子倒是有电 可是那些插座都是假的 根本无法使用 关于那个诡异的符号 科药男觉得森巴还是应该先看一下 上次在地下室发生的诡异事情 他还历历在目 或许怪男知道点内情 森巴觉得他是科药后产生的幻觉 不想理会 两人不欢而散 科药男回到家 不停的吐槽着 没人能相信他看到的那些诡异情况 现在信号计划又遇到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智商再过的人也解决不了 嘴巴从进门就哒哒哒的没有停过 这样大妈很是烦躁 呵斥他一天没事少抱怨 询问他要不要开灯 大妈一开一关的动作 意外给他一个新思路 画面一转 警长小分队还在探索前行 阿莎说哥哥曾告诉他 这个地方好似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人们太过急切的想要离开 就会有东西把他们推回来 忽而远处传来类似风铃的声音 两人赶紧上前查看 一个树上挂满各种瓶子 里面好像还有东西 警长想要弄一个查看 阿莎却觉得最好不要 可是还没来得及阻止警长 他的脑子又开始疼痛 他们的声音随着传来 阿莎的身体又开始不断抽搐 直至昏厥 晚上 警长搭好帐篷后 阿莎才醒来 警长打开瓶子后发现 指条上先买1864 阿莎觉得他们应该返回小镇 这次听到的是女人的声音 和以前不一样 而且是在尖叫斥责 他们不应该来这 外面有些东西比恶魔更可怕 还要转告国营食堂先生 他错了 国营食堂先生 那是他的代号 不得阿莎追问 帐篷外就传来数只断裂的声音 紧接着帐篷一阵晃动 好像被人不停的拖着前行 不知过了多久 帐篷终于停下来 警长赶忙拿出护身时悬挂号 阿莎觉得自己已经崩溃了 突然耳边传来轮船的气体声 之后看到探照灯的光照 隔日 可耀男拿着吹风机 兴奋的来到伊森家 他找到解决电源的新方案 只见他拆下台灯上的灯泡 之后把吹风机电线放入灯槽 再装好灯泡 奇迹发生了 吹风机竟然开始工作 那就意味着 他们最大的电源问题解决了 之后两人把大家伙召集到一起 解释了电源的解决方案 希望大家可以把家里的台灯都提供出来 制作信号塔 管理员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自从发现男人在浴室里上吊后 管理员的心情就一直很沉重 肯定想帮助管理员缓解心情 却得到一顿臭骂 他心中的凡门不知该如何发现 关于信号接收器 他不是不愿相信 只是害怕森巴给了大家回家的希望 又让他们痛苦的失望 那样的结果更令人绝望 这才是他真正悲痛的原因 他们太沉迷于其中了 万一失败 后果是无法预料的 虽然管理员的担忧是正确的 但他们就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吗 而不是努力进行自救 自从知道有希望回家后 大家的心情都放松了许多 肯定鼓起勇气向护士表白 但说到的是好兄弟一辈子的承诺 艾文这边就比较顺风顺水 他向女友求了婚 两人关系比以前更加甜蜜 另一边 小分队终于熬过恐怖的夜晚 两人走出帐篷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里到处布满蜘蛛网 两人不停的在蛛丝里向前行走 阿莎感觉情况不对 想要劝阻警长返回小镇 警长不以为然 阿莎又提起昨晚国营食堂先生的事 警长直接坦白 那是他服役时的绰号 只有艾文和妻子知道 话说一半 身后就传来女人的救救声 警长赶忙跑去查看 可这个声音似乎只有警长听到 在阿莎的疑惑中 他已经来到一棵千年古树下 拔开蜘蛛网 他看到缺失已久的妻子 不等反应 就被妻子紧紧抓住 他赶忙摆脱说服向外跑 忽然脚下出现密密麻麻的大蜘蛛 还顺着裤腿爬了上来 虽然把衣服脱掉了 但还是被狠狠的咬了一口 蜘蛛的毒性让警长的身体出现问题 刚才的画面也彻底打击了他的信心 这一刻 他觉得阿莎是对的 这就是个鬼地方 他们真的不可能出去 想要立刻返回小镇 但这次轮阿莎不同意了 他鼓励警长继续前行 帮大家寻找出路 或许跟着昨晚的气敌声和光束 就能找到出路 忽然天空下起轻狠大雨 看来他们必须加快步伐了 这时警长体内毒性发作 他虚弱无力 可不坚持下去又没退路 只听不远处传来气敌声 两人跟随声音的方向 翻过一座小山 看到眼前令人震惊的一幕 不远处真的有一座塔楼 里面的光束打在这边 气敌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与此同时 群居屋这边的工作也接近尾声 大家把木车塔楼吊上屋顶 简易的传呼机也制作成功 随着信号塔成功力气 大家只觉回家的希望就在眼前了 这一刻都兴奋不已 森巴命令大家接上电源 紧接着用金属触碰通线圈 里面传来滋滋的电流声 终于成功了 现在他们只需寻找正确的频道 把信号发出去 他们就能获救了 柯耀南看到远处的乌云 忽觉大事不妙 祈祷在暴风雨前找到正确的频道 连看着暴风雨就要来袭 管理员让他们赶紧收拾好回房 幻音刚落 度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 森巴不得不开始收拾 下一秒穿呼机里就传来回应 森巴激动的不知所措 刚准备回应 只听对面直接喊出他的名字 愣神的功夫 对面又说他老婆不应该在家乱挖洞 这一切让森巴感到恐惧 他急忙跑回家中 房间内的灯泡也瞬间爆炸 此时的森巴还在用力的砸着地面 忽然地面产生裂缝 森巴直接掉了下去 当他缓过神后 发现自己终于找到电线源头 可震惊的是 电线源头竟然也没有现行 他的身后亮起灯光 怪男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头顶的房子就要塌了 怪男让他赶紧跟着自己离开 这里是恶魔沉睡的地方 十分危险 紧接着他用手电筒照向石壁 上面全是恶魔的涂鸦 其中还有科药男兼顾的诡异符号 这一幕让森巴惊呆了 眼看着洞口就要塌了 怪男赶忙拉过发带的森巴 与此同时 森巴冲到家里 大声呼喊森巴的名字 并没有回应 留给他的只有地板上的洞 森林里 警长的身体已经透支 他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 劝说阿莎尽快离开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大家 但阿莎并不打算放弃他 白衣男孩忽然出现 告诉他们关于这个地方的事 哥哥以前说的是对的 他现在很愤怒 阿莎他们必须躲到那个树洞里 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不知为何 阿莎并没有犹豫 直接相信了白衣男孩的话 拉着警长朝树洞走去 也不顾他的疑惑 把他推进树洞 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一个奇怪的地方 此时的小镇餐厅 机器又自动播放起那首熟悉的音乐 暴雨中 又有一辆大巴来到小镇 看来这次被困的人们更多了 梦魇绝阵第一季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